市政府在明年2017 將在我們哈馬興地區 來舉辦所謂的生態交通國際慶典 市政府的政策的推動 無非是希望增加我們城市居民住民的生活滿意度 我們知道生活滿意度的面向很多 其中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交通運輸 是一個大家可以馬上感受到的 那特別是在城市的發展裡面 在勞舊的社區或是說觀光發達的地區 加上我們最近文創的一個星期 所以很多社區交通運輸的問題就顯得更加的明顯 那比如說我們即將要推動的哈馬興社區 到了星期立假日連續假日 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觀光客人都希望到這個地方來 到西子灣到中山大學去參訪 那造成了整個社區的街巷都塞滿了車 大概各位也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在過去如果我們在大的假日到這些地區 可能找車位的時間 會比你真正想要參與活動的時候 這個時間感覺起來還更加的長 那在社區裡面我們大概也可以觀察到 停車的車子停著的時間 比車子用的時間來得多 那麼在小小的空間裡面 如果我們一直持續的讓這些現象去發生 那很可能對於整個生活的品質 來自於我們希望通過觀光發展 帶到的這個經濟的發展 可能這個目標就很難搭乘 所以我們也思考著 希望怎麼樣去做這樣居住生活的改造 特別是從交通面向來著手 那所以我們也跟這個國際的Eakland 組織下面的生態交通聯盟 爭取到在我們高雄阿瑪金 辦理這樣一個活動的一個機會 那當然他所提出來的一個解決的方案 就是所謂的生態交通 那所以可能在我們國內 對於生態交通的概念 也許可能我們討論的還不夠多 所以可能有一些地方上 或是不同的人士呢 或許有一點點誤解 那麼其實生態交通只是希望去改變 我們目前在生活當中 對待交通移住這件事情 的一種另類的解決方案 它是一個概念 那個內容是我們可以去討論的 怎麼樣去達到 剛才我所提到 提升我們生活的品質 特別是在交通面向 這樣的東西 所以它是使用所謂的生態運距的解決方案 那生態運距不是沒有車子 不是沒有車子 是用另外 比如說我們走路可以到的 就用走路的 腳踏車需要用腳踏車 我們用腳踏車 我們需要用車輛 我們也可以有大眾運輸 甚至有電動車輛 可以這些來做選擇 那所以可能最近我也知道 在地方上可能也有一些誤解 好像我們辦這個活動 就是無車 所有的車輛都不能進去 所有車輛都不能使用 其實這個是一個誤解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報告太多 不過簡單 我必須跟大家講的是 生態交通是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 就像剛才 劉主委所提到的 我們也非常高興 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機會 特別是在我們中山大學的團隊 協助之下 開創 怎麼樣去達到 提升我們社區生活品質 特別是在交通面向 作為這一次的主軸 大家共同來思考 共同來檢視 共同來尋找 尋找一些提升生活品質的解決方案 我覺得